诸位法师 诸位达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本师及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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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 真实意 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发大寺院第六 我们上一次 学习到第四十七院 文明得忍愿 我们念一下经文 清净欢喜 得平等诸 修菩萨恨 聚足得本 因时不惑 一二三人 这个在292页 经文的部分 从经文 我们就感受到 佛法就是生活 我们就在境界当中 练出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真诚慈悲心 所以经文 包含经题的 不只是读诵 更要把它用出来 所以 老上讲习 常常提到 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 用真心 真诚 我们 对任何人 不要有成见 亲近 我们做任何事 不要有个人利益的目的 在里面 这样心才能亲近 还有平等心 不要有高下 不要有傲慢 正觉 我们一般讲理智 不要感情用事 慈悲 都是为对方在考虑 我们能这样用心 一报 就随着正报转 所以师长常说 力是练心 我们经历 每一件事 就可以 观察到 自己的心念 跟这五心 有没有相应 往往一观照 就能看到自己 心念 偏颇的地方 在哪里 我们一般检讨过去 很容易 很容易 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们 好像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这种情况 其实 我们很难受持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我们往往都是向外 没有向内 向内才能反求诸己 向外 都容易见人家的过 就不真诚 再来 亲近是什么 亲近是没有我直 你看我们懒悟的根源在哪 自私自利 就是这个我 往往检讨自己的过去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都以自我为中心 明明是自己伤了别人在先 然后检讨起来 都是别人上自己 真的能看清楚这一点 不简单 不简单 往往自己不对的地方 我们检讨起来都是 避重就轻 就跳过去了 别忘了说谈到感情问题 自己跟人家谈感情了 后来因为自己一些因素 没有这个婚事 没有谈成 最后 对象呢 可能跟别人结婚了 这就很生气了 那我都站自己的角度 你跟人家谈了之后 你跟人家谈了之后 后来又没结果 那不然你要叫人家怎样 谈起来都是自己被伤害了 现在听起来 现在听起来我感觉 这个孔子讲的太有道理了 疑已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而内置送则也 就是孔子感叹 算了吧 算了吧 我没有见过 可以见自己的过 要反省自己过的人 还没有到改过 他能承认自己自私 就不容易了 所以 一个巴掌拍不响 假如我没有感觉到 被人家伤害 换一个角度看看 我们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所以佛法中食指 不中形式 食指是放下自我 在感情问题当中 我很少有 听到人家一谈感情 都是觉得自己错的多 都是别人错的多 所以人能从走过的路 真正检讨出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感觉都不容易的 就像孔子讲的这句话一样 其实我们真的 回过头来看看走过来的路 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不止 我们是习气使然 我们是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我也面对一些同修 他已经离弱了 但是我也问他 你这个过来 问题数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也不一定知道 感情这种东西是互相的 你不能反思起来 都是别人的错 而且修行人是什么状态 专求己顾 不择人非 越学越惭愧 惭愧到什么 好事都给别人 坏事都向自己 这个是道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曾经跟一个同修在交流 其实他是很用功的 都在弘法 特别难得 不吃劳苦 有一次就谈到 他跟他婆婆 他婆婆已经去世了 去世前 他也是尽心尽力 在照顾 后来婆婆 对他的态度 都有所转变 这么可贵了 他举 他跟婆婆的相处 是要让我们感觉到 你看他婆婆 跟自己的缘有多不好 比方 这个 他婆婆在他同事面前 讲他不好 然后他就去跟婆婆说 妈 我有什么不好 你当面跟我讲就好了 不要去跟同事讲 这都在自己角度 你看他婆婆听了怎么说 我又没有讲 你说谁错了 你讲话都没有顾及人家的面子 这都是要学的 讲话都要学的 然后有修行人说 我这个人讲话就这样 就这么直 都给自己台阶下 是给别人台阶下 不是给自己台阶下 不能修颠倒 言以律己宽以待人 不能检讨起来都言以律己宽以待己 你讲话的时候 要顾及他的面子 说妈 我这个人 修得很不好 很惭愧 妈 我有什么缺点 你一定给我指出来 这个对我帮助会非常大 你讲一次 他没有跟你讲 代表你真诚不够 再讲第二次 再讲第三次 人家可能就会对你讲了 那对你讲了 他就不会去对同事讲了 不能让人家感动 是自己的诚还不够 不要每一次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有跟他讲过了 他还是不跟我讲 你看我们检讨起来都是别人错 还有他举另外一个例子 而且他举完了 我是私底下跟他聊的 但是对你们我就可以公开聊 因为我没讲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私底下聊 很有好处 但是有时候你们看我在讲话的时候顿一顿 我就是要这个背景 人物什么 我要稍微洗牌一下 不能讲的太明显 所以有时候要稍微想一想 他说我公公去世的时候 这些例子大家别当故事听 你曾经走过来家里的不愉快 我跟你保证你一定有错 因为一个巴掌拍不下 假如你跟你的亲戚关系里面 你全对他全错 你现在已经入圣贤的境界了 你根本不会去提这些叮叮当当的事情 还会跟人家提啊 那还继续叮叮当当的 都没过关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你看我们练出清静心没有 这些人世静缘 一而再再而三都在那里烦恼 哪有练出清静心来 练出平等恭敬没有 看到人自己就不舒服了 怎么平等恭敬 正觉理智不感情用事 你看到某个人心情就有起伏了 你怎么理事 这个都要练的 他提到 他请了一个法师来 做法师 他婆婆就说 赶快要给 这个法师供养 那他去给这个法师 说了 这法师说不用了 他就跟他婆婆说了 我已经跟法师讲过两三次了 人家不要啊 我们以后再给吧 一下子 他婆婆的脸就很不高兴了 然后他就叙述到了 你看我面对这样 还来那么多同修 我还得要和音乐色 去接待所有的人 这也不简单 他在调伏自己的心 可是他不清楚 他在跟婆婆应对的问题 出在哪 这是老人 老人你要懂得顺他 孝顺孝顺 也有同修问到了 我母亲很想住在故乡 那你看 我是要把她带去道场 还是在故乡 我说你一定都要以母亲为重 你要顺老人 不能老人来顺你 那他的身心就不安了 你要送他往生 你要让他身心越安定越好 他年纪那么大 你看我们的树道都要在这里面呈现出来 而不是一种要求 要体恤 而不是要求 哎呀 修行人 应该不要挑境界 那可不能这么去处理事情 那法师 他才四五十岁啊 你可以把情况跟法师一沟通 法师一定横顺的嘛 他怎么愿意让老人家不欢喜 那法师表达不用了 那是他的态度嘛 那你今天 你不能因为尊重法师 而没有顾及到婆婆的感受啊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嘛 你要学得圆融一点嘛 结果他特别难得啊 他听完之后说了 哎呀 我现在伺候我母亲呢 可能都有这些情况 背景不同 可能 那个 抚觅他意识的情况会出现 对 那个事件会出现 他很难得啊 一跟他探讨 他马上关自己的心呢 哎呦 那我现在在 侍奉我的母亲呢 那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问题 这个 你看 这夫妻 出现问题了 都是一直盯着 对方 对不起自己 可是你看我们修学的人 一修学了 就是想到自己 结果不顾及啊 另一半的情况啊 这个都不是老和尚教的 也不是 这些祖师们 教的 老和尚说了 你学了佛 家里不和谐了 你学错了 你看黄念老 接到一个 同修说 我要断育了 黄老马上接着问他一句话 你太太同意吗 修行是放下我只是实质的 不是行事啊 你看我们一学 什么时候自己产生执着 产生固执 何须让另外一半难受了 自己都不知道 出了情况了 还是全部都是对方错 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要调楼啊 男众女众都一样啊 都要调楼啊 你说夫妻距离那么近 我们都那么刚硬 你说另一半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能撑得住啊 都不简单啊 他还可以跟你撑十几年 你真的都要给他顶礼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不容易了 这个有一个同修 我说啊 你啊 要调楼了 你这一生是女子生啊 太上改恩篇说的 男不忠良 女不如顺 他就说了 对这个 另一半说了 你为什么对陈德法师讲话 都这么温柔 怎么对我都这么不温柔 哇你看我还造成人家家庭纠纷 这个树倒是换位思考 你跟家里人讲话都没那么温柔 跟家里以外的讲话那么温柔 你自己家里的人能理解吗 我也遇过那些 婚姻出情况了 他那前夫说了 你从来对我讲话就是这么强势 那个女人 其实都不说了 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一致脾气 那你能说 在婚姻生活当中 都是对方错 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所以学佛是 佛是绝啊 在哪里绝啊 在经历的每件事啊 前面走过的路不知道问题在哪 修行人别侥幸啊 保证现在跟未来 一定会再出现的 一切皆考验了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重头练 我们只要这几天还有心情不好 绝对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没有练好 不是外面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好 这个祖师啊 教诲啊 真的都是呢 帮我们恢复真心啊 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受辞 专求己过 这个是偶一大师教导的 不择人非 我们 在想以前的事 在检讨以前的事 能不能做到专求己过 你不这样做 真心练不出来 只要我们在思考以前的事 冒出对方的错的时候啊 你的心已经开始偏了 练不出来了 你要放下对方的顾啊 这个真心才练得出来 所以我们的夹杂 太多情绪在其中 那就感动不了对方 嗯 练不出真心啊 是很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 练不出真心 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每天都在做 练得出真心 就开始积功累得了 差很多 要赶快练哦 好 我们上一次啊 谈到 296页 我们 上一次提到的 没有一切分别执着 295页 没有一切分别执着 于一切境界中 不起心不动念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清清 清楚明了啊 就是绝 那我们就要看了 我们这境界清不清楚 今天有个同修问 这个年轻人也挺难得的 我们说他父母啊 相处的问题 这个妈妈一谈佛教啊 爸爸就情绪就很激烈 哦 那他听不清楚 爸爸为什么 一谈妈妈 谈佛教 情绪就很激动 有果必有因 那我们在听 这个事例的时候啊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谈起佛法来 家里的人是很欢喜 还是不是很舒服 哦 那这个就 自己就要反思道路 出言要顺人心啊 那就懂得在讲话的时候 把自我放下来 你能顾及对方的接受度啊 这就是修行啊 就是道场啊 不然哪里是道场 你讲一句话 就懂得放下自我 这叫会修 自己想讲什么 都没有顾及对方的接受度 你家里的人 就不喜欢听到佛教名词了 你还那么常讲佛教名词干什么 我们到教育单位去弘法 怎么可能会提这些佛教名词 但世事无碍啊 我们把教理讲清楚了 儒家跟佛家 这里都是通的咯 我们就是在境界里面放下 我是佛教徒的这个像 让众生能得利益 这个才是重点 你那么喜欢把佛教的词拿起来 有没有炫耀的味道出来的 我们也遇过的 讲课讲的人家都听不懂 讲一大堆名词 真正高明的人是什么 深入浅出那才是功夫 哪有讲一大堆名词让人家听不懂 那不是自我为中心吗 你说教理 谁比老和上通啊 那华言经都研究了几十年了 讲了几千个小时啊 你说老和上讲经 老少贤疑 深入浅出啊 那个叫功夫 所以古人说出言顺人心 就是你都去体恤人家 而不是站自己的角度在说话 我跟这个年轻人说了 那你要很清楚啊 你父母的关系 会变成这个样子 原因出在哪 来龙去脉出在哪 你才能够去处理啊 然后你要先去理解他们了 然后再做何事老龙 现在是家家有本难练的经啊 可是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今天处理家里的事啊 没有不断改善呢 我们佛法还没用出来 这个是真的要能够反思出问题 你点在哪 那 他还 等于是说 你家里的人的情况啊 你都要清楚 问题出在哪 你才能够从因上下说 我们也常跟大家举到的 万法是因缘所生 那现在这个果不好 你只要把不好的因缘 能找到了 能放下了 能把好的因缘放进去了 这个事怎么可能不改善 不可能的 所以处理事 要很清楚客观的状况 所以难不在处理事 难在我们的心 看事都很难客观 自己有爱真心了 你就看不客观了 自己有落映像了 有成见了 你就看得不清楚了 所以要看得清楚明了 这个 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亲近 就是不要起这些妄念 刚好有个老人家 住院了 他也是老修了 成德跟他提到了 你这两三天 在医院里 也是个境界 看看佛号念不念得住 顺便检查自己 会冒哪些念头 你看你有时候 你跟老人家一说 哎呀我都那么大了 有什么好想的 他真的躺在那里 会有很多东西冒出来 他自己会自我感觉良好 孩子都大了 也不用我操心了 我还有什么好想的 都要在境界里反观 我们就不说老人家了 大家有没有 大家有重了没有 有重的话 你躺在那两三天 躺在床上 也没做其他的事 谁都知道要念佛 念得怎么样 都冒哪些念头 那些念头冒出来 都压不下去 那就是我们的指头 都要在这些境界里面 清楚自己的状况 一日不知非 这一日安于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 这一日无不可静 我常常遇到同学 阿弥陀佛现在来救 我就跟他去了 我说 我说你是激动讲的 我说你这两三天 有没有烦心的事 讲路由 那你是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这么多事情 可以让你逗兴 我说不起心 不动力是清静 不分别 平等恭敬 我觉得这些清冷的事 都要善了姻缘 随缘消旧业 不在造型一样 学佛的人要立个志向 养个大圆满 把大家一起接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以前看连续剧 最后一集都是大圆满 这是台湾的连续剧 我不知道 大陆应该是这样吧 各地连续剧是这样吧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亲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在一切静缘 真心为每个家人作响 随缘妙用 真的妙在一心为大 没有施好自己的利害在 你能做到这样 不可能不感动家里的人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为之 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了 不但现前的事情明了 过去的事 未来的事都明了 因为他心平等 过去现在未来都照见 我们不能理解 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过去未来一无所知 我们心不以清净平等 绝 过去的事 也检讨不了问题 在那 所以过去也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自此才明 晓得 什么是平等处 什么是修菩萨恨 要是 你也要用 我说 内容 什么是 离仅 之 是 外出 是 我说 是 她 是 我に 是 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寶 这个毕竟黄念导跟着夏念导几十年传法弟子 由他老人家来诠释进修解药 那是把夏老跟他一生的修行融在一起 这些法都不容易遇到 我们要珍惜 如凭得宝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所愿则得 我们现在讲到静修解药报恩谈 大家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什么影像 可不能是一片空白 三年前听过 然后呢 你有印在心上了 随时都可以提起来 有没有提起来 黄念导说的 你认识一个人呢 就等于是脖子上套了一条绳子 大家都听过这一段吧 听过了啊 好 请问你的微信有没有一直加 都听不下来 好啊 继续套吧 那是 这刻不白天了吗 我有遇过同修 三 三 一直在三 三哉 三哉 朋友不再多 要深交 老婆上讲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你教那么多泛泛的 教了几百几千人干啥 跟你往生有关系吗 净土为归啊 现在做的每件事都要跟往生有关 这叫归 不然叫打闲岔 有没有人很喜欢听笑话 故事 笑一笑 也算闲岔 很喜欢的不做很难受 但是跟往生没关系 那你就没有归 归心事件 这个黄老在这个报恩坛里面 讲了很多事例 讲到释迦牟尼佛全身求法 是吧 为事俱祭 结果讲了两句 后面两句这个罗刹鬼 哎呀 我没力气了 这个 我得吃人 才能讲 那佛 觉得这个法太重要了 因为他讲了两句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那佛的前世前身觉得这法太重要了 好 只要你肯讲 我给你吃 舍身求法 你看我们现在老和尚的经教那么多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去珍惜 这些故事都在启示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你说这四季 祭多好 打了念头死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话 止不住的讲 心 都很散乱 心 都在见人家过 心 都在照口业 要警觉 不能随顺烦恼习气 要报恩 报恩谈 不能辜负老和尚 讲了六十多年 我得要成就 报他老人家的恩 我们这个静修节要报恩谈 听完了 这个念恩的心 有没有出来 这是第二宝 第三宝 就是海贤牢上的光碟 还有同修慈悲 做成动画片 有些人喜欢看动画片 尤其小孩 这三宝我们要珍惜 海贤牢上的表法 等于是无量寿经的总结了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课程 告一段落 我们就一起 来学习 海贤牢上的表法 牢上为什么要 讲这三集 我们能体会 敬老的苦心吗 手把手 带我们 要看得懂 贤工 要会观察 要善于观察 进一步要善于效法 那贤工这一个精神 拉回来到我现在的家庭工作 我应该怎么用出来 解跟行 要相应 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解跟行 一拖解 不止不能得利 会学偏掉 因为没有行 但学文不立行 就长浮华 就偏掉了 所以行工他真正 清静平等 现前了 他就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们 很希望自己现在面对境界能清楚 最重要是在自己心地上下功夫 放下这些分别执着的烦恼 面对境界就越来越清楚了 莫向外求 那具足得本 这个得本呢 就是以这一部经典 以这一个法门 自行化它 这样就能 具足得本 我们看这一部无量寿经 你看是德尊普贤第二 那这等于是菩萨的顶法 而且是千经万论处处止归 华言法华 是无量寿经的导影 所以这个是出世第一法 里面还教我们 伦理道德因果 32到37评 在教我们 这些处世待人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争及 有无相通 无得贪喜 颜色要长合 这个都要受此啊 那真的能自行化它 包含这一句名号 万德鸿鸣 欧异大师那一段精彩 彼佛何故好阿弥陀 阿弥陀本不可翻 为什么不可翻 阿是无弥陀是量 无量怎么翻呢 就好像我们以前 学的一个这个数字 是吧 叫无限大 无限大不好叙述了 那不可翻里面 佛还是翻了 用光受恶意 全是的无量 光着 横辨十方 受者数穷三计 横竖交错 是法界体 无量的时空 就是整个宇宙了 你念这句佛号 整个宇宙都念到了 一切佛都念到了 一切经都念到了 所以老实念佛 具足得本 海贤老实上就是二十岁 老实教他这句佛号 他就念到底了 他还不是字 念到民心见心 殷实不惑一二三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果报 一二三人 经文后面 有注解 本经讲三种人 第一是殷祥人 第二是柔顺人 第三无身法人 即使我们对于前面 两个名词陌生 但是对于第三个熟悉 也就能理解 好 这个三种人 都在一句名号之中 我们刚刚才讲 万头鸿鸣 一切佛法都在里面 大家要自己去体会 你比方我们学过 十三叶道经吧 十三叶道经最重要是哪句话 座业常念 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真种 长 不容豪分 不善见长 怎么做 拿摩阿弥陀佛 对啊 你怎么 座业常念 你今天 好 我座业 就想那一件善事 想着想着 你就跑掉了 你这句佛法把它念住了 才能作业 没有间断了 功夫成片了 这句十三叶道经做到了 云和阴住 心要住在哪 云和降伏其心 你看金刚经就讲这个了 结果金刚经就说 因无所住 礼尚没错 我们不容易做到 住在哪 住在拿摩阿弥陀佛 词明念佛 暗和道庙 即是行身 即是行身波仁 这个度众生 善巧方便到极处 为什么十方诸佛 都点赞 都帮阿弥陀佛招生 就方便散巧到极点 你看金刚经 十三叶 你去学每一部经 你真正要落实这一句经句 你就知道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 好 所以 这三种人 都在一句名号之中 这桩事情谁知道 这三种人 不是一般菩萨能得到的 细说 在本经第十五品 以后自然会讲到 我们还是先提一下 这个音响忍 是他能 这个忍是有肯定的意思 肯定相信 信男性之理 而不惑 甚深之理 你这很相信 都没有疑惑 这个叫忍 就很肯定 文法悟道 知一切法不实 如空谷回响 这个名音响忍 你知道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第二是柔顺忍 对顺境 不起欢喜心 对逆境 不生惩惠心 从顺逆境中 赠得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叫罗顺忍 其实你看 老师一讲到 处世代人 几乎不都在让我们 练这个功夫 处逆境 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净小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权限 早上说的 高兴的是 拿摩阿弥陀佛 悲伤的是 拿摩阿弥陀佛 恶缘 也是拿摩阿弥陀佛 平 无身乏人 是以真实的智慧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 事实真相中 悟无身 这三种人 都是地上大菩萨 所证得的境界 在大臣接位 都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三人 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 的确不可思议 仁王经中 讲无忍 把菩萨分为五大类 都是用忍来说 所以就晓得 忍是多么重要 不能忍 不行 不能忍 就火烧功德领 无论什么境界 都要忍 不受他的干扰 那黄老讲六忍 功夫不能停留在立忍 不是硬压的 都要能够 在境界当中 不止不起烦恼 都能够 提起菩提心 华言经说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所以菩提心 要提起 菩提心 要保持 好像是 这个王龙书 居士 他有一段 法语很好 他说你今天看到不善 不善的行为 你不是善跟不善分不清楚 老常是这叫鱼翅 你可以分辨 但是不放心上 心还是清静的 心还是慈悲的 看到这个人做不善了 念佛 回向给他 然后呢 祝福啊 一切人 都不要行这样的 不善 你看不止不生烦恼 要扩宽心量 老常一直讲掉 你要会修啊 其实会修是善用心 不给烦恼 扩宽心量 你看很慈悲 你看不 看到不善的人都在 念佛 回向给他 还在祝福天下 不要做这样的不善 看到别人行善 哇 念佛给他回向 希望他做得更顺利 然后呢 一定行 希望天下的人都来行善 学佛首先呢 扩宽心量 我们今天有忍不住的 就是心量 扩扩扩 扩得不够大 卡住了嘛 扩得过大 就过去了 不会生烦恼啊 好 无论什么境界 都要忍 不受他干扰 对顺境啊 心里起欢喜心 贪爱心 我要忍 逆境中 看到这个人不顺眼 看到这个事不痛快 也要忍 也要忍 嗯 我以前出学佛啊 到一个道场修行啊 两个人住同一间 跟我住的这一位同修啊 他叫我不可以听老汉讲经人 我当下就想到老阿上说了 他讨厌你啊 你避开他 他也生烦恼 行了 我们真的在境界里啊 能想到老阿上教什么 就不生烦恼 哦 加持的根本呢 是上师啊 是我们医子的老师啊 老阿上是我们加持的根本 你只有想到他的教委 就不随身烦恼了 哦 哦 结果 他在了 我就不听 不听还是可以用功啊 不听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吗 哦 他不在 赶快听哦 世事无碍嘛 也在这里念嘛 哦 不然他在的时候你在那身闷气 那有什么意思啊 嗯 都要在境界里念的啊 啊 最后这个同修啊 毁谤我啊 啊 啊 不是正面毁谤我啊 啊 跟所有的人都毁谤我啊 哦 哦 那一阵子每一个人 看我的眼神 都是这个人有问题 哦 哦 那刚好练我们 人不知而不孕 是吧 所以还不是君子 也得练吧 哈哈 不亦君子乎吗 要往这里练哦 都帮我们消业障啊 金刚经不能白赌啊 若为人清见 先是罪业因度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过 先是罪业即会消灭 哦 当得阿那多罗三秒三不提 哦 哎我也遇过一些静缘了 到处呢 讲我坏话 但是我很能理解他 哈哈 啊 啊 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有余量情节 哎呀 寄生余 何生量 哈哈 哦 有余量情节 哎呀 我都觉得很惨规啊 造成他的余量情节 哎 你能理解他了 啊 所以人在境界当中啊 把自己放下你就不生烦恼 你能体恤对方啊 你想要自己提起来 你怎么可以批评我呢 我做了那么多事了 你还批评我 啊 那你所做的事都都没功德 啊 啊 跟聊五弟一样 哈哈 哎 嗯 哦 所以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我们不能不理解人啊 这叫忠述之道啊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我们要正确的心态呀 君子此不修 修此自己没有修得好 不此见乌 不修此别人侮辱我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有没有修好 修好了 人家还侮辱我 能包容 此不信 修此自己没有做出让人家相信的事情 不此不见性 别人不信任我们不修此 我自己有没有做到值得人家相信 相信 此不能修此自己啊 没有能力去承担重要的事 不修此别人不用我 我真有这个能力 真有这个智慧可以做好 人家不用我们 我们刚好 修不执着 不攀缘 也不 怀才不遇的心态不起 孔子对言回说 用之则行 舍之则查 没人用我们 没人用我们 我们还是 可以安平乐道 可以 住书立说 多教一些学生来 不攀缘 没有发挥的机会 多培养一些人 等待时机 啊 君子无路而不自得 在每一个境界里不生烦恼 就像老师教我们 要在每一个境界 用真心 提升自己的境界 好 看谁不顺眼呢 我们要注意了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看到这个事不痛快 也要忍 这是修行 真正想修行啊 功夫都在吃 不忍呢 就不能成就 金刚经说 一切法得成于忍 那是讲 事出事件一切法 能忍的人 能成功 不能忍的人呢 注定失败 事出事法 没有例外啊 你看做事业 做到 顶尖的都有 可是贪念没有放下 哇 一下跨行啊 就倒了 他贪念吃不住 忍不住忍 忍不住贪啊 会出事的哦 一失足成 千古恨 财胜明十岁 我们一贪 可能摘货就来了 啊 哦 释法也是这样 没有例外啊 哦 所以仁王经 将菩萨 五十一个位次啊 用十种忍 来标示 标法 哦 第一呢是福忍 福是福住 压住 忍不住 也得要忍 人 要勉强的人 这是初步功夫 啊 就像 黄老说的 利忍 你还是要压住啊 为什么 你压不住 那个话一出去 就收不回来了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啊 你一忍不住去 忍不住了 哇 家庭关系 甚至同事关系啊 就僵了 啊 你就困扰了 再进一步啊 第二个阶段 信任 理论逐渐通达明白了 相信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 不怀疑了 这个信是很有力量的 信为道源功德母啊 啊 我们 像成德初学佛啊 哇 老师讲这些经验太好了 好 成德以前 刚出社会 前几年在做 课程销售啊 卖课程啊 那课程都挺贵的啊 当然都是 希望人家听完课解决问题啊 可是我一看 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这钱就赚不下去了 然后后来就有同事啊 送我老和尚的录音带了 可是在我们那个领域啊 一堆大师肉 哇 我现在想一想 我那时候没有沉下去啊 这是阿弥陀佛 哇 哇 还有那个大学师啊 他影响力是整个村落 都学他的东西啊 在印度啊 叫奥修啊 我当时候去书籍一看 他的书一排啊 那是大学师哦 他说 那个男女之欲啊 就像空的境界啊 好恐怖哦 但是一堆人在跟他学 哇 我们那时候 太恐怖了 那些境界真的 邪式说法 读恒河沙 任言经重要啊 照妖境啊 最后面清净明悔章 淫心不除 尘不能出啊 有些这个 灵修的人跑那里 都乱搞啊 所以啊 哦 能遇到佛法 遇到老和尚这样的大善之时 又遇到 慧吉本 黄老朱节 又遇到海鲜老 真是难中之难啊 无过此难啊 大家都是以臣供样诸如来啊 则能欢喜 幸此事啊 哦 无量节来 喜有难逢 机缘到了啊 我们 得要 掌握住了 不能措施掉了 哦 所以 成德在那个领域 哇 看到好多问题解决不了 又钱又收那么多 又不忍心赚 哦 哦 所以人有 有一点良心啊 还是感召来好远啊 哦 就接上牢上的教会 哇 那乐听真的是欲罢不能 啥问题都解决了 哦 那种心上没问题啊 真舒服啊 什么 还有想不通的事啊 还是很难痛快 嗯 嗯 那 那听的过程就觉得 哎呀 老婆上这么有德行啊 不可能骗我们 佛菩萨 圣贤人不可能骗自己 你不怀疑了 你就相信了 相信你一照做 你就有受用了 那越有受用 你就越有信心了 信解行圣嘛 嗯 哦 所以第二个是信仁 哦 再进一步功夫生的人 能顺人 啊 横顺众生 水洗功德 哦 这是第三 阶段了 哦 第四个阶段呢 哦 是无声法人 哦 提到这个横顺众生呢 这个顺人 哦 你看菩萨式的 随缘 顺着 妙用 无方的 无方的 没有固定的地方 方法 因财 施教 哦 昨天 有一个同学 因财施见 劝劝别人啊 哈哈 也是要 也是要 应应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啊 接受度啊 去劝 啊 你看就在横顺当中啊 把自我放下 啊 啊 哦 第四个阶段是无声法人 哦 最后啊 最高的是如来果地上的极灭人 出地 二地 三地啊 属于信人 哦 由此可知啊 啊 啊 三贤位 啊 十住 十行 十回向啊 都是福人 啊 到登地啊 出地 二地 三地是信人 啊 四五六地啊 是顺人 七八九地啊 是无声法人 十地等觉 如来果地啊 成为极灭人 那这极灭人也分上品中品 下品 那最高就是佛果地了 所以若从此意看 第三人 决定是无声法人 哦 哦 这经文说嘛 因死不惑一二三人 余诸佛法不能献吞 献正不退转转 不取正军 哦 所以 换句话说啊 啊 罗顺人 相当于 仁王经讲的顺人 哦 哦 哦 柔顺人 顺人 顺人 意思很接近 音祥忍呢 相当于 仁王经 上的信人 哦 那个菩萨的果位 我们就晓得 这是登地大菩萨 哦 所以真正不可思议 三贤位的菩萨 闻得这部经典 依照这个法门修学 自行化它 虽然不升到西方极的世界 由于弥陀威神加持 能使他们立刻登出地到实地 立刻就提升到地上菩萨 哦 所以这是弥陀宏愿 哦 对十方诸菩萨所发的大愿 给予菩萨们真实利益啊 哇 你看阿弥陀佛的心啊 多么广大了 啊 没有说不到极乐世界 我就不加持了 哎 都加持了 啊 当然菩萨被加持了 你看 立刻 登地了 哦 我们现在肯老实念佛啊 这一生也能像海贤牢上这样高的成就啊 是我们肯不肯干而已啊 啊 肯不肯效法啊 啊 最后一句经文啊 余诸佛法 不能现正不退转者 不取正觉 哦 这就是末后一愿 现正不退愿 哦 如任言经上所说的 圆满菩提啊 归无所得 啊 正得啊 圆满的心性啊 新经里面讲的 无智亦无德啊 亦无所得故啊 这是放的彻底了 好 所以真心一法不利啊 啊 哎 这句话啊 我们常常要在境界里观照啊 我们现在有没有一法不利啊 哎 面对一个人呢 心里有没有一法不利 还是很多 过去的影像在那翻 那就不是真心了 不用真心就造轮回业偶 哦 要用真心哦 哎 哦 心里面辣辣辣辣的 要用这句佛号把它清一清 啊 啊 啊 正得圆满的心性啊 啊 自性的体相得用 他们皆能现前清正 哦 所以幕后一句啊 是总结 不能现正不退转折 不取正觉 啊 所以不取正觉啊 一句是总结 四十八月呢 到此啊 讲圆满 啊 这一评呢 啊 我们一共啊 讲了十次 啊 这一部经啊 过去讲了几遍 啊 也以这一次啊 讲的详细 讲的透彻 啊 如果没有时间呢 读全经 听全经呢 能够念这一段 听这一段 也有很大的好处 哦 能启发同修们的信心 啊 帮助你发愿 认真的修学啊 净土法门 哦 因为这一品经呢 是阿弥陀佛的心呢 阿弥陀佛的愿呢 啊 我们能深度了解呢 那就不忍心辜负啊 阿弥陀佛为自己发的愿了嘛 啊 况且 我们现在靠自己要断见识烦恼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不出去只有一条路啊 死路一条哦 哪有路可以退 没退路啊 哦 破斧沉舟啊 没退路了 往前走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要见阿弥陀佛 映祖说的 往生比下辈子做人还容易啊 下辈子做人 这个五戒也 也要 及格以上才行啊 不然下辈子做不了人啊 可能也得七八十分吧 嗯 但是往生呢 具足幸运行三支两就可以往生了 啊 幸运行三支两啊 苦海得慈航啊 啊 大家现在眼前有没有一条阿弥陀佛的大法船 等我们上船啊 哦 只要你肯上 啊 叶再重不怕啊 法船都把你拖起来 待叶往生了 哦 所以这个应主比喻的 这个石头再大 不怕 还是可以过生死海啊 我们那石头那么重了怎么过海啊 啊 把它摆到阿弥陀佛的法船上 把我们拖起来 愿力把我们拖起来 愿力把我们拖起来 哦 这样的机缘不能再促死掉了 哦 你看老高上也慈悲啊 知道我们现在越来越忙 全经听不了啊 去听这一瓶 啊 这一瓶讲了十次啊 哦 你看我们细细的啊 把老高上的这些教诲 我们再看看 探讨探讨怎么 啊 落实 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节目 我们 今天是 第几集啊 七十几是吗 哦 你看老高上讲十次哦 我们要讨论 七十次哦 不能胡伦敦早 哦 之前 啊 我们一起学习这个老高上十年英语 啊 一个小时 不到 啊 我们好像花了差不多十个小时啊 啊 一句一句我们好好来 领会 所以现在啊 学习东西啊 不能 求快啊 不能胡伦吞枣啊 消化不良 嗯 好 哦 所以我们要心同 学完这一评了 好 我们最后 共同 其免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好 不是往生才同心同德 right now 啊 现在就要配合 他老人家教化啊 啊 也是四十七品教的 受此 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现在就要开始配合阿弥陀佛啊 啊 准备好了啊 啊 这是学这本经的 目的啊 而且四十八院呢 是 普贤十愿 展开来啊 我们的心形要跟普贤行相应啊 你才能跟四十八院相应 啊 所以啊 家里面这些 关系啊 都要把普贤行用上了 礼敬诸佛啊 有没有礼敬每个人 见人家的本性 以前的事别放心上 不然就礼敬不了了 你没有礼敬每个人 怎么发四十八院呢 怎么 来生我差 受我法化 啊 你还有人不能礼敬呢 你就把人家挡在门口了 来 你不能进来 你就没有那个 四十八院 十方诸佛 十方众生 每句经文都是这样开的 哦 四十八院是普贤行展开哦 所以你看这一部经 一开头就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你看那种 广修供养 一心就是 期盼众生 赶快来生我差 赶快成佛 赶快做阿维悦之福 大供养 然后要在家庭里面 人 任何事 不见人家的过啊 都见自己的过 这叫忏悔一场 哦 所以 真的 立行普贤行呢 家里的事没有不能解决的 我和大家保证都能解决 只要卡住了 就关照这个心呢 跟普贤行不相应 跟五心不相应 就找到问题根本 好 并跟走到一转 进阶就跟着转 好 那 今天啊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啊 进入学习海鲜牢上的表法 好 我们 一起来回向 好 好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集三土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好 大家 夜梦迷陀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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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